青木瓜絲淋上特製醬汁 配上腸豆小番茄 酸酸甜甜炒開胃 還有檸檬清真魚 也是必點菜色 這家被列入米其林的 泰國料理餐廳 有不少網紅推薦 但現在卻被抽檢出 食材農藥超標 衛生局道場初驗發現 青辣椒的普拉克農藥殘留 規定要0.01ppm以下 但驗出數值高達0.6ppm 等於超標60倍 惡心 嘔吐 腹泻等症狀 食安處以立即要求業者 停止使用該食材 衛生局向上溯源 發現青辣椒的供應商 是在桃園地區的果菜批發行 但廠商說還要再釐清源頭 暫時不回應 不過如果有不當使用農藥 依食安法可以開罰6萬元 到新台幣2億元 最近會在百貨內的 連鎖泰式餐廳三度 獲得米其林推薦 不公從去年開始 就有不合格記錄 去年9月就被機查到 冰塊不合格 今年10月又被檢驗出 涼拌青木瓜絲不合格 11月複查才沒問題 現在農藥殘留又超標 食安處已經將業者 列入高風險名單 將不定期抽驗把關 記者 蔡文中 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